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有的剧暴露年龄,有的,就混淆年龄,比如,这部包青天,看过的人,应该都不会忘记,英气逼人的展昭和家境吧,和家境,在一次采访中说,本来觉得90后,都不知, 知道展昭,因为包青天是,1993年的剧,谁知道后来,遇见90后的粉丝,静歌呀,你怕是不知道,这剧重播了多少遍吧,对台剧,有所了解的人,都知道拍八点档的演员,是很苦的,因为八点档是,边拍边播的,很赶,不然就开天窗了,这部包青天更是,八点档中的八点档,三位主角,后来都说,拍摄的一年中,从没好好睡过, 平均每天,只能睡四五个小时,而且还是分段睡那种,生病的话,也是只能在,现场打点滴,打完继续拍戏,插播一句,现场有护士的,护士就是,包整金超群的太太,金太太在剧中,也扮演了一个角色,庞飞,很温婉的长相, 话说,橘自打小时候,看过包青天后,我看的可是重播的,就再也没见过,何嘉靖了,直到后来的,这部,男为女儿红,讲的是,何嘉靖扮演的大叔,和梁又林扮演的,小萝莉之间的,一段忘年恋,有没有根据一样,刻过这对CP的,男主的名字, 现在看是,很言情小说了,言语扬,爱,说多了都是累,因为最后男主死了,并没有和女主,幸福地生活在一起,来说说,现实生活中的何嘉靖吧,1959年,出生于香港,小时候,长这样,出道前,是足球运动员,20岁出头的时候,参加,电视台艺人培训班,由此出道,主演的第一部剧,是和关之林合作的,大将军, 1988年,赴台湾发展,在台期间,何嘉靖不仅事业,如日中天,拍摄了让他名造一时的,包青天,还和台湾女演员,高精素美,发展出一段至今,仍被广为提及的恋情,其实,两人的恋情,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,之所以,到现在还凭被提及,是因为一个约定,1999年,高精素美患肝癌,何嘉靖在征求,现任女友李婉华的同意, 后,图为何嘉靖李婉华,前去探望,为了激励病中好友,何嘉靖与高精素美约定,如果到了60岁,还难未娶,女未嫁就在一起,但后来,人事变迁,两人并无联系,2019-2020年,因为两人60之约已到期限, 凭被传出,婚期已尽,对此,高精素美已否认,CR蓝小姐和黄小姐,那如今的何嘉靖,在做什么呢? 他自己开了家,健康食品加工厂,做了厂长,他这个工厂,很神奇,是国家级旅游区,有点像跟团旅游时,去的那种购物点,平时会接待游客,靖哥还会亲自上阵,他对这个厂子感情,很不同,称之为,自己的花果山,平时多在这里度过, 除了这个工厂外,何嘉靖还是店主,在惠州市,开有工陪店,虽然似乎仍是单身,但生活绚烂多姿,平时喜欢运动,有时和朋友一起,去踢足球,有时自己在家健身,对于运动这件事,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,不要说什么,坚持运动,需要坚持的基本,都坚持不下去,变成兴趣,就不一样了,谁叫你不运动,都不行,工作的时候, 又会秒变霸走,真的好像电视剧场景,有时候,也会参加,一些商业活动,诸如某公司周年庆,楼盘开幕式,2017年,参加访谈节目的时候,自爆至今很勤奋,十天辗转,十二的演出,网传他身家过亿,局看可能不止吧,现在,还玩起了机影,粉丝有200多万,偶尔还会直播带货,感兴趣的,可以去看看,最后一句,这样的人, 人声,堪称潇潇洒洒了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